被布吉納法所斷交後 我邦交國剩18個 創歷史新丁 前外交部長歐宏戀 早在5月2號提出警告 布國邦交恐生變 22天後 預測應驗 還點名下一位 斯瓦吉蘭可能會是叫下一個 他的名字現在改為 斯瓦吉尼 這樣他才能夠照全家府 以王毅的身份 以他的精明能幹 他說了這個話 我想他這一張全家府 他是要照的 上個月蔡總統才飛了半個地球 訪問史瓦地尼鞏固邦誼 現在史國卻成了歐宏戀口中 邦交亮紅燈國家 去年1月 蔡英文親訪瓜地馬拉拔暖 人家說見面三分情 現在可能隨時變臉 前腳走 我後腳給你斷了 這才真的是 給我們最大的難堪 才真的會讓我們感到痛 譬如說像尼加拉瓜 他一直在希望能夠 他的運河能夠 就是要順利推動 那假使大陸願意出這個經費 進行年金改革 跟台灣很像 所以假使有不斷的抗爭 他有這個財政的缺口 那大陸願意補足的話 那很可能尼加拉瓜就會轉向 知名外交學者顏正生分析 在美國後院 中南美洲友邦也在搖擺 瓜地馬拉 海地 宏多拉斯 尼加拉瓜及巴拉圭 都傳出私下尋求雨露建交 5月25號是非洲日 非洲駐台使節團選在台北大支飯店 舉辦慶祝酒會 不過就在酒會前夕 布吉納法所宣布與我國斷交 被解讀是要給台灣難看 蔡總統原本要參加活動 現在改由副總統代為出席 大陸挖我邦交牆腳不手軟 馬政府時期還有外交修兵政策 蔡英文強硬對抗 連岸關係差 連外交空間都被壓縮 記者黃明君 邵月敏 台北報導